這位是九合呂門窗的一位資深大哥 那目前他在打那個silicone 那打完之後他就是在把它粉刷用平 那我們現在就是錄這樣子的一個施作過程 待會我會一直錄錄到打silicone 這個是已經剛剛打完而已 大哥這樣打到廟水走進去了嗎 對,破掉就買了 哦,破掉就買了 十百的 我們這邊整個窗戶都換掉了 太舊換新 感覺舒服 好快啊 沒有錄到 好 這個就是silicone 好,我們這位大哥要開始打silicone了 好,我們這位大哥要開始打silicone了 我來看誰打你 誰打你? 我打你 好啊好啊 好啊 我們在打silicone前要先清潔一下 清潔一下 不要讓這個silicone包到一些髒污的東西 這個是只有很資深的老大哥他才會記住的一些小技巧 好啊 沒有關係 已經開始正式的打silicone了 好啊 我們現在還會做一些小技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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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窗戶的邏輯就是先拆除既有的門窗 然後再安裝框架再放窗戶 最後再打實力控做防水 這個蠻好材料的 看一下怎麼換實力控 記錄給他詳細 對啊 對啊 不會啦就是我上傳到youtube也是一種廣告啊 就是到時候人家看到就會覺得 這個是不是很厲害 因為我都會習慣性就是可能 是做的那個啊公公司我也都會打上去啊 像他們沒有戴安全帽我就 我就不會打了他說我會被公安抓 因為我現在網路很發達耶 你如果東西放在裡面 有的人剛才看到就會問 像我之前在做預煮水泥製品嘛 我就是把我的時間的一些過程啊 結果啊 放了之後 很多人問了耶 誒預煮的東西怎麼做起來 又漂亮又很快耶 好了 這個是補那個洞喔 補起來蠻漂亮的 補起來蠻漂亮的 那個這個備料啊 這個窗戶的備料都是 在工廠先做好耶喔 對阿 喔 是喔 所以我當我看到你在這邊安裝之前 其實你就花很多時間在做這些框架了 其實你就花很多時間在做這些框架了 你貴很多時間啦 甚至少 他其實是貴你啦 對阿 對阿 現場兩天工工廠十天工 對阿 好啦 那我就先到這邊了 謝謝這位大哥 感謝您 他也很適合 巧 報 bridge